我喜歡鳴谷屋 然後我覺得鳴谷屋人 通常都真的有在追求利益 鳴谷屋其實算是中部 對 但是鳴谷屋自成一部 我都會想像豐田修飾 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跟利益主義者 而且豐田其實也是鳴谷屋 他們蠻被其他人討厭的 鳴谷屋有千金大小姐那種 我髮會捲得很捲 然後穿得非常粉紅 然後全身拿很多名牌 對 而且你知道他們那個 就是全日本特別注重駕妝就鳴谷 哦對啊 一整車 對 對對對 鳴谷屋的結婚以豪華出名有駕 三個女兒破產 一說 併經應聘禮皆不可馬虎 結婚當天老婆會帶著高級下去等一整車駕妝 由玻璃窗戶或是綁著極力紅白布條的卡車 運送稱為Yomaii Littrak 不過現今這種卡車已經漸漸示威了 那個還蠻有趣 因為日本人其實不太有人在收駕妝 他們會比較就直接看你的能力 我覺得這樣很好 他日本人就是比較囉囉嗦嗦一點 蘿莉巴索 其實我對於神奈川線人 有一點不太喜歡 因為是川崎人 因為我前夫就是川崎人 然後他對於東京特別有呈現 然後他也特別討厭橫濱人 大家要知道橫濱也是神奈川 因為神奈川線非常的大 所以他其實討厭東京 他也討厭他們自己裡面的橫濱 對 他那時候逼我跟他搬回川崎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直說他不能住在東京 因為他覺得東京的人所有人都是戰鬥民族 他好沒有戰鬥民族 不是啊到底哪裡戰鬥民族啊 沒有啊大家都挺 舊的啊 對啊 因為伊藤是橫濱人嘛 他是神奈川線人 但是但是橫濱人 然後基本上 橫濱人不會講自己是 他們會說他們是 對啊 那時候聽前夫是很高的 果然是個川西人 對 他還會跟你去看那個 君の名字 你的名字 然後那不是城鄉的男女交換嗎 然後女生就是在東京就覺得哇 東京好爛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看完之後還說 喔好像有點懂你為什麼那麼喜歡東京 然後想說這什麼東西 對宮京的不只是憧憬 是因為我本來就習慣住在都市 對啊 其實那不是一趟胡瓜 那就是你習慣住在那邊 其實就是一趟胡瓜 我就 我就也沒有要跟他吵 或者說歐斯了 就是你們溝通 就是都不是在你 對對 他所說的任何 他以為這樣子我會開心 我只是運內心翻白眼 但我覺得他 對啊 他也有可能是個老鼠屎 就是這樣 對他有可能是老鼠屎 你隨便說你這麼大一個 品質文化 我覺得品質文化很有趣 關東跟關西味道真的差很 關西比較好吃 關西比較 味道比較清淡 有點像台北跟台南 北部跟南部 對 南部也是比較清淡 西邊的水質比較好 他們的土壤是比較容易種出植物來 然後關東其實比較平靜 所以其實關東的植物是比較強健的 所以味道會比較濃 然後關西就會比較淡雅 然後他們的水 然後我想到前夜有很多花生 對 西邊的水比較軟 所以他們熬湯的時候就不用用那麼 太多調味料 所以他可能就用昆布就好了 可是你東邊的水 要加柴魚 要加柴魚 才會熬得出來 所以才會有高湯不一樣的事情 對 因為像拉麵就不一樣啊 對啊 關西的拉麵就是那種比較清的 然後關東的就是都醬油啊 對 關西比較好吃 對 關西也比較好吃 過年的時候吃歐墨雞 就是歐洲尼裡面的那個墨雞嘛 是什麼形狀的 歐洲尼為日本人過年期間吃的年糕雜煮湯 除了年糕之外配菜和湯頭都有顯著的地獄性 關東做法為醬油高湯配料有雞肉紅蘿蔔 白蘿蔔 香菇最後放上烤過的鹽膏 哇 不都是方形嗎 沒有 因為是東邊的 哇 我是東邊人 對 西邊的是圓的 然後還有特別特殊的就是裡面會爆鞍骨 蛤 他把紅豆丟進鹹湯裡面煮嗎 對 但是他們的湯 而且他們的湯在關東邊 關東煮我中間的時候是用醬油清湯去煮的 關西是用白味噌去煮的 對 你有講過 然後紅豆餡是只有香川餡用的 他把紅豆餡的那個麻糬丟到白味噌煮的 好複雜 對 真的很複雜 然後我想吃吃看 我們不會煮兩口 就是他們家就是在這個對決之中 沒有勝則也沒有敗者 就是 但是你們要吃很多 就是 很多粥泥 因為會有 直接有兩口 所以就是白味噌的跟醬油清湯 九州的醬油是甜醬油喔 九州跟金澤那邊就是北陸地方 甜口的醬油是他為了要配海鮮 就是上新鮮肉尤其是比較適合用 所以九州跟北陸就是金澤那附近的醬油都比較甜 就是產海鮮的地方 他們是為了要配海鮮吃 好 講到醬油我其實 老實說日本平常 關東賣的最普通的醬油我覺得很難喝 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會吃醬油膏 還有什麼我們家是用湖底油的 所以會覺得他們的醬油一點都沒有酷 對 就是鹹而已 就很像在吃鹽巴 對 所以做菜才要加糖吧 我覺得就是 對 然後所以就是會吃起來又甜又鹹 薯咖哩是用什麼肉 就是用牛肉還是用豬肉還是用雞肉 你是用什麼肉 我自己是用雞肉 我也是用雞肉欸 你像是外國人嗎 因為他都會寫雞肉你知道 他的包裝上他寫雞肉 可是他一定會這樣吧 你知道我後來看這我覺得好像是 因為加瓦咖哩是叫你用雞肉嗎 好像有道理 因為其實伊藤家是牛肉 他媽媽是關西方面的人啊 我好像記得前附應該是豬肉 關西方面是用牛肉 因為他們其實是用牛肉塊 就是有一點那種奧風咖哩的感覺 真的有 然後關東的話是用豬肉 然後他的那個理由是說 試用的話傳進來之後 開始有吃牛肉的習慣 開墾的人牛比較多啊 因為關... 剩牛 對就是剩的牛比較多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比較習慣吃牛肉 然後關東是因為 他們都是開始先吃 先吃一些陽食 你看我想到確實關東的超市 很難買到塊狀牛肉 所以比如說你想要自己煮牛肉麵什麼 你還要去肉店買 對 不然你就只能用牛排肉 對 你其實仔細想想 所謂的日本家庭料理麵 他的用到牛的料理非常非常的少 很少啊 就頂多只有壽喜燒跟牛排 所以就只有切的很薄的牛跟牛排 就沒有其他牛了 然後豬就比較多 豬就真的會有塊 跟比較厚一點的 然後他的肉炸 他的生姜焼 他的那些所謂的肉的料理 都是豬 關西的馬鈴薯燉肉也是使用牛肉 並且關東稱肉包為肉麵 而關西稱為豬肉麵 代表關西人的肉是牛肉 關東人的肉是豬肉 牛排應該是橫濱發明的 可是因為著名的牛肉產地都在西邊啊 就松阪啊 對耶 然後高山啊 對阿 所以應該是也有這個 所以確實好像 那它關東沒什麼牛啊 對不對 因為沒牛 然後你知道嗎 咖哩裡面加雞肉的比較多 是九州跟沖繩 我想說 所以我們口味 不是九州沖繩耶 好章魚自我 對阿 所以就是 就是跟關東口味不合啦 真的有關東的東西 沒有覺得喜歡的 火納粉嘎 就是大阪燒啊 對對為什麼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怎麼擦這樣子 你怎麼擦不仔細 沒有 我是真的想到 就是 好 我回去查一下 因為你知道就是他 然後直接重錄一個 你的阿米的粉粉化教室 阿米的粉粉化教室 我那時候去一個 大阪出生的朋友家裡 然後就非常驚豔 他真的有 而且不是接電器的 他們都有 是放在瓦斯上的那一種 然後我覺得他說 所以你這個 果納的巧合 是每一個家都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大阪燒 西邊都會吃嘛 所以等於說 他媽以前也很常做給他們吃 如果你不是那個文化產生 這個因為他很麻煩 根本一個正常人 不可能把它弄得很好 而且其實我不太理解 它好吃在哪裡 我說實話 我正要說這句話 你比較喜歡吃魚肉心嗎 我也是 因為他有很多菜 而且他至少他的那個脆皮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潤餅或可麗餅那種感覺 可是大阪燒就借在一個 鬆餅裡面 裡面夾完了掉的感覺 對對對 但他的鬆餅本身味道 又只是很多口嗎 是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你看 就比如說你覺得 那個 那個 米焼比較好吃 還是 雞心咪比較好吃 雞心咪 雞心咪對不對 雞心咪啊 雞心咪就很接近我們的 內心 蔥油餅的感覺 蔥油餅厚一點的感覺 有台灣人愛大阪燒 跟我們講好嗎 我們要說 就是不是說 長鮮喜不喜歡吃 只是你真的覺得他口味好吃 才可以 對 就是你要告訴我 你到底覺得他哪裡好吃 對對對 好 戀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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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本都 挖到一個 不對思議的地圖 我就已經 沒有任何地域之別 只有我講說 好像人不錯 的那個感覺 非常的就覺得 也不見 我們來講 可不是說 你 從來 發揮 decision